常见农药危害蜂群恐遭欧美禁用 经常用于一般农作物上的沙虫剂 会妨碍蜜蜂产卵 还有可能导致蜂群消失殆尽 这对我们人类来说可是坏消息 因为我们需要蜜蜂为多种粮食作物授粉 美国农民常将名为新烟茧类的沙虫剂 用在玉米、大豆与芥花籽等常见作物上 英国一项研究显示 新烟茧类农药赛素胺对蜂群有害 研究指出在实验室环境里 暴露在该沙虫剂中的雄蜂蜂后 产卵几率降低约26% 不过研究也显示 野外的其他因素像是野花减少 寄生虫、气候变迁 也有可能对蜂群造成有害影响 如果蜂后不产卵 就不会有蜂巢形成 因此这项研究的结果 可能会让各界呼吁停用这类沙虫剂 欧盟在2013年曾短暂禁用 新烟茧类农药 现在他们可能会决定祭出永久禁令了